节目一开始呢,我们首先来说说明星代言 俗话说得好啊,爱屋即屋 观众常常会把对明星的喜爱转化为对其代言产品的喜爱 可是,如果万一明星代言的产品出现了问题怎么办 那最近呢,由小S代言的一款面包呢 就被查出了质量问题 那面对大众的质疑,还有包括指责 小S是如何应对的呢 在这里呢,我要跟所有的大众 至少我最深的嫌疑 身身一激功,台湾艺人小S徐希莉 对某品牌面包添加香精事件向大众道歉 此前,一位先生徐亚金投资这家面包店 小S成为其代言人 也凭借自己的号召力,次处为面包店站台宣传 这个面包主打这个天然效果 口感非常好吃,但这就完全不影响身材 而且非常的健康 只要面包店分店开幕 小S并亲自到场 很多台湾民众一到这家面包店 第一个就会想到小S 这回爆发香精事件 经常推销这家面包店的小S 只能用最低调的方式道歉 并一再强调自己对于面包怎么做 并不知情 我所知呢,胖大人面包就是天然的面包 所以今天爆出这个香精事件 我们真的感到非常的意外 所以完全没有读问说里面添加的几种小事 其实是耶 因为如果是投资者的话 我们就是看好这家店是很不错的 然后就投资了 那我们自己吃也觉得面包是不错的 然后它也就感到天然 我们也相信这件事 所以就去推广和大众 哎呀,这个代言有风险 明星许谨慎啊